大家好 今天來跟大家講不一樣的主題 分享一下我錄音的這個走過的過程 就是因為我們要試銷嘛 試銷的影片呢 要比較忠實的傳真 忠實的無損的 去呈現我們忠實的聲音 當然有很多方式 那我走過的過程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但是拍這個影片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我承諾那個廠商 如果他們在軟體的 就是提升的這個升級功能裡面 如果有改善這個音質的問題 我願意分享我所用的這個機器 其實這個機器是 現在也是蠻熱門的 就是三星的S22 Ultra 這是新的這個手機 那之前呢我是用Sony手機 Sony手機的音質就本來就不錯了 就手機來直錄就 音質就很傳真 那我們希望忠實的傳遞 比如說我們試銷的這個音色 所以呢我並不採用那個聲卡 做修飾啦做混響啦 這些我都盡量保持天然 所以說我在挑手機的時候 就比較注重那個手機本身的 忠實的音色 那換了這一把 這一支手機了以後呢 就發現那個手機跟我預想的不太一樣 所以主要就是說 在它的新的功能上 它做了那個雜音滤除 就是雜音消除的功能 但是我們要忠實來傳遞的話 雜音其實就有一些細節 我們消的細節它就會被滤除了 所以我就跟客服反應 如果說能更新軟體的時候 把這個考慮進來 就不要做任何的雜音消除 就是最忠實的 我們要更高傳真地來錄製 這個影片裡面的聲音 那到六月最近 六月初的這個更新裡面 他們放了一個很大的更新 就是影片也好 拍攝也好 錄音也好 音質也好 都提升了 都改善了 就是還原到比較忠實的那個狀態 所以我今天就是 實現這個承諾來分享 就是現在各位所聽到 就是我手機直接錄的聲音 直接錄的聲音 手機直接錄的聲音有幾個好處 一個就是說方便 我們直接錄 如果音質就不錯的話 我們就方便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它本身是立體的麥克風 我們可以收到的是音場 我現在就用消炊一下 這是最忠實的呈現我們原聲的聲音 那在這之前我走過的路呢 也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為了讓這個音色好 之前我用的是Sony手機 Sony手機 Sony手機Xperia Mark II Xperia 1 Mark II 那是兩年前的機器 兩年或三年的 就是說 再更早我也用三星 但後來因為想說 Sony的音質比較好 所以說我後來就換了Sony的 也確實Sony的這個音質也比較好 當然Sony的手機就比較 功能比較陽春 有時候我們要出去拍照啊 花鳥啊 它的那個micro就是對花的 那個對焦就是很差 就是經常對不到焦 所以在使用上 還有就是說容量 還有就是電池的消耗很快就沒有 所以在這個部分我們就不談太多 就是說 我後來換了三星手機 就不只 就是說 它的功能啊 就拍照 然後它可以到一百倍 我要拍鳥 要拍花 micro 特寫都很方便 而且呢 它現在這個有一個AI的背景 各位可以看到那個背景有虛化 當然那個虛化也不是很自然 但是呢 基本上我們可以讓背景模糊一些 那在這之前呢 我走過呢 就是說 最早呢 就是說 用過這種 錄音 就是專門這個音樂用的 DV 這個是 更早的 Q8 也都是音樂用的DV 但是這個可以接 外接那個 48V的那個外接麥克風 那這個我現在可以做為USB的介面 就是說 我 我手機透過USB 然後這個設定到USB的麥克風的時候 我就可以讓 外面 比如說調音台 你要配樂啊 這個聲音就可以透過它進來 音質也是很好 好 那 這個就是一個 廢物利用 就是說 為什麼不用它 因為它的 那個拍的那個畫質不好 它是超廣角的 幾乎那個 語言的那種變形 你在拍的時候 就沒有忠實的 那個 就是它 它消的形狀要變成弧形了 就看起來就很奇怪 人也會拉長 所以說 這個部分我現在影像就沒用 就透過它來 來橋接 就是透過它的USB 我們接這個USB的進來 然後到我們的手機 經過這個 OTG的轉換器 接到手機的時候 我們這一開機呢 它就可以選擇USB麥克風 這時候你可以用它的麥克風 來 來直接收錄 或是說你也可以外接 外接音源 從這邊 Line進 或是外接麥克風進 都可以 這是 我現在 也 不過這個也是很麻煩 是說 也幾乎也沒在用 我現在就是會用 直接用手機 那之前呢 一直在 測試的 就是包含 就是手機 因為當時手機不好 我也做了這個 各位可以看到影片以前 有一些比較長的螢幕 其實用Sony手機 用正面螢幕 正面螢幕的話 就是說 我們透過一個這個 橋接器 它把USB呢 USB3呢 其實裡面還有一個影像的 就是HDMI的信號可以直接輸出 那我們就可以用 用正面的螢幕來拍 但是呢 這個就是說 也是有些麻煩 現在最方便的就是說 直接手機 那我也用過這個 外接麥克風 USB外接麥克風 這個是 比如說戶外 我們在海邊 我就用這個收 戶外 或是說 因為外面的雜音很大 我們這個會有一個指向性 旁邊的音就收得很少 所以說這個部分是一個 一個特別的用途 我們可以針對我們 直接 USB接到手機 就直接就可以錄了 直接就可以收音來錄 這個也蠻方便的 但是它有一個缺點就是說 它本身只有單聲 聽起來只有中間的聲音 它沒有像這樣的音場的 立體的聲音 所以說它的音色呢 還是有一些局限性 我們比較希望說 聽到立體的音場 那這樣的話就是 這個部分就是 戶外的時候勉強可以用 但是這個音質也不錯 但目前呢 我覺得 三星的這個S22U 直接來收錄 它本身的音色就很好 所以說我在這裡 分享給大家 就是說我們在簡單的錄製的時候 手機當然很多種 比如說iPhone也不錯 iPhone的音質也很好 但是iPhone為什麼我沒有用 因為我第一支的那個 智慧型手機 是我女兒買給我 就是iPhone 4 那時候開始用 但是呢 它有一些缺點 就沒有Google這麼方便 Google的 你不管任何的軟體 比如說我的頻譜分析啊 這些生譜儀啊 這些本身就在Android 比較方便 然後我們出外的時候 有時候要地圖啊 或是說我 我本身的 收信啊 資料啊 然後我們常用的這些 App 我們習慣在Android裡面 所以說比如說我們通訊錄 這都已經記錄在這個Android裡面的 這個Google的系統 你轉到那個Apple的這種蘋果系統 就會覺得說使用起來不太方便 但是Android呢 它的差異就是說差異性蠻大的 我們在挑手機的時候 就是要去過濾哪些 有的音質很差 壓縮到很厲害 有的是說好的 我們到底是哪里 經常要去測試一下 然後這一把 這一個就是我本來買的時候 還沒有去說去展市場去測試 但是回來才發現 回來才發現 我就變成說我又回來去做用Sony的 測來測半天也不是很方便 那現在它經過最新的這個升級了以後 整個這個效果就蠻好的 所以說我就答應這個承諾 來分享給大家 謝謝大家 ares營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Thank you tin